八载的学习成绩众所周知 今天的生物课要学解剖 青蛙的灵魂看到这个场景很难过 我死的也太没价值了吧 马鸡看到了八载的成绩单很焦虑 如果你不好好学习 那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会很悲惨的 八载毫不在乎 我以后可以在街头做广告牌表演啊 成绩不好人还傻乎乎的 八载的情况让马鸡彻夜难免 侯墨倒是不太担心 反正是烂泥服不上墙 总不能为了孩子让我倾尽所有吧 侯墨还真是人间清醒 无计可施的马鸡在网上搜索 如何做父母 这一看还真找到了教育专家 马鸡专门订购了讲座的门票 如何让孩子变得更优秀 这是所有家长都关心的话题 教育专家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这是一只参加实验的小老鼠 只要找到了迷宫的出口才能获得食物 最后这只老鼠死了 死于自卑 而另一只老鼠呢 不管它有没有找到出口都能获得食物 最后它成功地考进了哈佛大学的实验室 这个实验证明 自卑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可怕的事 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表扬 家长们可以用各类的证书 勋章或者是奖杯 帮助孩子建立自己 家长们听后都很兴奋 原来教育孩子可以这么简单呢 马鸡对此也是如获至宝 我们回家一定要给巴仔发奖杯 侯莫很无奈 给他发什么奖杯 墙壁上彼时最多的奖杯吗 我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奖杯 还不是好好的 巴仔早上醒来被吓了一大跳 马鸡竟然偷偷准备了一个奖杯 还有一个是乖乖睡觉奖 这太疯狂了 父母的钱太容易骗了 这话让侯莫如遭雷击 对啊 这个世界上的父母太容易被骗了 在丽莎的提醒之下 侯莫开了一家奖杯专卖店 侯莫竟然把奖杯卖给父母们去哄孩子 丽莎对此很不满 如果这么轻易就能得到 那我的那些奖杯岂不是就没有价值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 春天镇流行起了发奖杯 不管孩子们做什么事都会得到表扬 侯莫的生意越做越大 马鸡对此也很赞同 这可是帮孩子建立自尊心的好东西 没错 我的自尊心也得到了满足 还有你看 巴仔现在也爱上了这个工作 马鸡觉得应该奖励巴仔一个奖杯 可才拿起来就发现奖杯坏了 竟然是用口香糖沾的 侯莫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你看到没 巴仔这个孩子已经无药可救了 面对现实吧 他就是个废物 是个失败者 深受打击的巴仔只能在街上游荡 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养老院 把新事告诉了爷爷 老亚伯连忙安慰 侯莫这么做 只是在重复我当年做的事情 这可是咱们辛普森家的老传统了 没有哪个孩子能逃过父亲的锁后宫 老亚伯为了鼓励巴仔 特意拿出了祖传的怀表 这可是咱们家最珍贵的东西 现在就传给你了 丽莎对于学校随意发的奖杯很不满 尤其是自己第一名 为什么是最小的 你是说我们在歧视优秀的人吗 春天镇的风气也太离谱了 现在必须要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能击败魔法的只有魔法 只要能找到另外一位观点完全相反的教育专家 家长们一定会趋之若鹜的 在丽莎的努力下春天镇举行了新的教育讲座 教育专家斥责过度夸奖会让孩子变得软弱自恋 真正好的教育是魔力 你们那些无聊的奖杯都应该扔进垃圾桶里 侯墨的奖杯专卖店破产了 更可惜的是八仔还过来炫耀怀表 这可是辛普森家祖传的东西 为什么会在你的手里 老亚伯也太偏心了吧 侯墨只能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在怀表的警示之下 八仔不再恶作剧了 怀表代表了信任 自己不能让爷爷失望 然而没有意外的意外总会突如而来 让八仔恢复自尊的怀表意外掉落山崖 丢了怀表的八仔满心忐忑 好不容易有人信任自己 现在又被搞砸了 然而就在这时老亚伯打来了电话 最近怀旧杂志正在举办传家宝活动 辛普森家的怀表已经入围了 明天还要接受专访 别忘了带着怀表过来 八仔听后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边 虎墨的奖杯只能低价处理掉 当铺老板对此却是毫无兴趣 这些东西都没用 只有通过努力得到的奖杯 才是有价值的 就在这时 侯墨发现了出柜里的怀表 辛普森家祖传的东西 必须要拿回来 得意洋洋的侯墨决定去找八仔炫耀 在门口却听到了哭声 八仔正在为丢了怀表而自责 终究还是慈父的信念占据了上风 将好不容易得到的怀表还给了八仔 第二天八仔和爷爷接受了杂志的采访 这样的故事也太让人感动了 马基对于侯墨的教育方法很是佩服 然而没有意外的意外又来了